长长的隧道里可以看到各种颜色的南瓜 有绿色的栗子南瓜 淡黄色的面条南瓜 还有淡青色的里白南瓜 模样讨喜又好看 还有表皮磕着招财健保的南瓜 走在七彩缤纷的南瓜棚下 游客忍不住拍照留念直呼很疗愈 心情很好的 会再来 会再来 你拿到你期待的一年 那个心情真的非常兴奋 而且还可以放好久好几个月 等到它定醒的时候才可以磕 就是要它成型的时候 不然它可能它会一直长大 长大的时候它字体会笨掉 会不一样 南瓜园的主人为志强 用20年种植南瓜的经验 精心打造这条南瓜隧道 把园区趣味化 让民众认识各种不同品种的南瓜 我们都没有心情 我们一张都一个而已 他们不会互相干扰然后变种吗 不会因为这是我们是专门用人工授粉 就是要慢慢一刻去找它的品种 一样的才可以 不然它会砸家就会变异了 就不行 另外这里也可以体验 采南瓜的乐趣 转型成观光温室栽培农场后 不只增加能见度 也博得游客的青睐 新唐人亚太电视料立芬台湾云林采访报道 我需要绿意中心观光温室栽培农场 本集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栽培农场